其實如果說在三三大停電 有什麼事情 值得大家還有一點點覺得說 小小安慰 會覺得說值得稱讚的 就是新竹縣的成功國中 他不是高中 國中生而已 其實我聽了好幾次 昨天那個影片 很感人 我在想 因為我們用機器拍 肉眼可能完全不見 可是他們現場 可能還有一點點微光 可是各位朋友 電突然沒有以後 他們完全除變不驚 繼續把他的演奏給完成 應該要有電給他們演奏的 可是沒電了對不對 然後他們還繼續演奏 所以大家給他們一個讚 應該有電了 但是沒電了 那部長應該怎麼樣 當然就是下台 李世光他在5月 這個8月15號20這個17年 那一天大停電 8月16號就下台了 一天都下台了 為什麼王美花那麼多次 還沒有下台 所以其實這重點就是 沒有要去逼王美花做什麼事 因為你是承諾大家的 我昨天在我們大阪 他就跟他講了 賓哥收到司機拍 我說王美花一定不會請的 他一定會解讀說沒有缺電 我跟郭董賭的是 台灣缺不缺電 可是台灣都不缺電 只是機器壞掉了 你說這個或是什麼的 你直接告訴我們 台灣有沒有電就好了 民眾是要有電 就像你今天跑到一個餐廳去 他說小龍蝦吃到飽 你到了現場以後 你錢也付了以後 沒看到小龍蝦 不好意思 我們那個貨運的今天就是遲到 所以他沒有送來 沒有送來 你就不應該收這個錢 你說台灣要有電 沒有電 你就應該負責 我跟大家講了 一個都還沒有被討論過的話題 原本在去年的12月18 四大公投之前 王美花在內部被點 因為蔡總統關係特別好 說是不是出來選縣市長 我們節目還討論過 商話 12月18 四大公投以後 那已經不只是選縣市長了 其實鎖定的網上更高 是直轄市的層級 那現在還在保他 他這樣子 他怎麼選直轄市的市長 你要讓鄭文燦哭嗎 所以基本上 你今天就應該下台 你說我把這個跳電的事情 不管怎麼樣設備的事情 把它做好 很簡單 你把KPS訂出來 這我跟對朱立倫要求是一樣的 我今天當經濟部長 我要給台灣多少電 好 那你說鮭魚回流 現在目前很多分母變大 分母變大有分母變大的做法嗎 你不能跟大家講台灣不缺電 信誓旦旦還對賭雞排 同時一旦沒電 沒有這種事 所以今天因為沒電了 民眾昨天 尤其在高雄跟屏東 還有那個下午電回來以後 到了晚上又停了 為什麼他要輪流限電 然後那種剝奪感會覺得 看著那個新聞 台北101還在點那個蓬佩奧 為什麼我們這邊沒有電 他那個剝奪感是會很嚴重的 我相信對民進黨而言 現在不讓他王美化部長 請辭下台的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因為他跟總統的關係特別好 今天換了其他任何的 別人當經濟部長 早就已經下台三次了 可是這個事情 蔡棠才 蔡喀系 這也是我常講的一句話 蔡總統要繼續撐住你的人 你就算真的把他推出來 去選年底的縣市長了 你說他會選得好嗎 因為民眾會覺得說 他的反應其實沒有那麼好 他的這個名義沒有那麼接近 他在四大公投的那個說明會當中 口才其實還不錯 所以大家覺得說 完美他不錯 可以一戰 可是你今天遇到這個事情 你把這個經濟部長事情處理好 跟大家報告 而且你在保證之後不會發生跳電 或是停電或缺電的狀況之下的時候 你把這個經濟部長給辭了 我今天並不是說我要把他趕下台 而是你沒有做到你該做的 剛剛那些小朋友他們該演奏 沒有電了 他還是繼續說他該做的事情 人家做了比他更多的事 他還可以講說裁判不算 因為下面還有裁判 我們從來等有電的再來 可是他們繼續把它完成 後來他們好像拿到了大會的特別獎 那今天你保證 你還沒保證就算 你還保證台灣是不缺電的 然後現在大家沒電了以後 還要解釋說 是設備壞掉也不算缺電 那大家當然是生氣 而成是加三級 那我文化部長現在目前他不肯下來 或是說他沒有想到說 他應該要請辭 而不是自行處分 什麼叫自行處分 你今天是政務官不是事務官 政務官就是要就做 要不然說你今天對於 台灣的電力配置的設備 你覺得說應該這樣做 然後上面行政院長不同意 或總統不同意 你就不要做了 這叫政務官 但如果說執行了你的 整個配電的方式 但是配電跟供電還是不穩 因為可能設備壞了就沒有了 那表示你的政策是錯的 那你就要為政策負責下台 不管是哪一種 已經那麼多次 沒有電的狀況發生了 不要講是缺電還是怎麼樣 簡單講三個字叫沒有電 既然沒有電 王美華就應該要請辭下台負責 我們每個人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們這個社會就會往前進 小朋友他該演奏的 該拉提琴的 他繼續演奏 繼續做他自己的事情 我們社會往前進 可是梅花部長 你答應我們的事情沒有做到 這個沒有人投票給王美華 所以韋漢呼籲王美華下台 我沒有意見 但是經濟部門台電要來考察一下 你看我們都不會倒 這個板子 很危險 那個人家國民黨立委發雞牌 簽著你 我也叫人幫忙拿 我們拿了一塊 你要發給我們 你是不是 機事無辜的這樣 這個 機事無辜的 蔡總統這個打臉的很嚴重 才跟工商大佬談 工商團體談這個缺電的問題 他說這個能源轉型 這個就是文不對題 我講一下賴清德 賴清德他在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台南一條溪叫三爺公溪 改天謝龍介來你可以問他 賴清德很自豪 他說這個淹水 30年都沒辦法處理 我就把它弄好了 我把這個淹水給治好了 結果後來下雨還是淹水 賴清德就是這樣子的人 賴清德接林全當行政院長 林全那時候說五缺 缺水 缺電 缺地 缺工 缺人才 五缺 那賴清德接著行政院長說 五缺我都解決了 你都解決了 那昨天怎麼會這樣子 賴清德就是這種水平的人 大家就認清楚 不過剛剛韋翰講這個我 因為前組我打聽了一下 這些數字 你也都會看到後台的資料 其實沒有很生氣 哪有什麼民怨哪有什麼破表 你說民眾不生氣 它是發生在最綠的地方 有反映在你的YT跟收視率上面 沒有 就是之前552的那些人 有部分回來看 還沒有回到那個時候 那817根本就停電 那前子你自己講 是蔡總統任內 是王美華當部長 第一次跳電 第一次沒電嗎 第三次 不是 光蔡總統就四次 王美華我就不談他 因為不重要 那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民進黨還是贏 不是嗎 觀眾朋友我有講錯嗎 四大公投三接跟電有關 核四也跟電有關 都是民進黨贏 所以可以推論的是 這個跳電 這個沒電 不管你怎麼行動 反正昨天就是這種狀況 會不會影響到年底的 九合一選舉 會不會影響到2024的這種 不會 因為之前都跳過了 就是我們的愛與包容 發揮在這個地方 所以今年年底的高雄 因為現在距離民調還很遠 高雄市長誰當選 還是陳其邁 不是這樣子嗎 肚子扁扁也要投阿扁 身無分文也要投蔡英文 跳個電影也沒怎麼樣 只要老共不要打過來就好了 最後票還是投給民進黨 根本就沒想到 那些聊天是民怨很沸騰的字 他本來就不喜歡民進黨的 民進黨跳電 把他罵一頓 大家解個氣 卸個糞 我看不出來說這個影響 不是雞排的問題 也不是王美鳳問題 我要告訴大家 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這個剛剛韋翰提到 這個整個能源政策的部分 是民進黨的神主派 2025非核家園 2025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2024還有機會 抗中保台 待會我們談烏克蘭 抗中保台是錯了 非核家園也是錯了 我們能夠踩煞車的機會是 2024把民進黨拉下來 然後趕快調整方向 你硬著頭皮去做非核家園 他已經證明他做不到 這樣還要做 不要這樣子 給台灣一個改變的機會 抗中保台的結果是什麼 烏克蘭打仗 然後全世界很關心我們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也是錯的 還有機會可以改 是 我想問一下校尾兄 你覺得這個缺電 或者是說跳電 沒有電可用這件事情 難道都沒有造成任何民怨嗎 還是一般人都原諒 其實像這個事情說 真的還滿複雜的 因為現在大家對於這個供電問題 就是很大一個問題就是說 大家其實真的搞不清楚 因為電是一個科學 八電與否是一個科學 你要多少電廠產生多少電 但是我們不得不否認 就是現在執政黨 他真的其實還滿會說服民眾的 也就是說 大家可能聽了執政黨說了以後 就相信他了 但其實以台灣現在的能源配比來講 甚至於你說在軍事上來說 都不是一個安全的一個狀態 例如像台灣現在靠 非常多是靠天然氣 天然氣未來在執政黨的 能源論述裡面要占到快50% 但是大家知道嗎 我們最近要加入制裁俄羅斯的行列 我們每年跟俄羅斯買滿多天然氣的 10%對不對 占我們的10% 對 這些天然氣怎麼辦 當然你可以透過別的方向 跟別的國家加碼購買 也是可以彌補回來 但是我們講到就是說 今天天然氣在國防上面來講 它之所以脆弱性在哪邊 就是你一個天然氣船 萬一被人家攻擊了 或是萬一今天攻擊軍知道你 你這麼大的用電的配比 是用天然氣 很簡單 你大概有八九七八成的船 是從中東回來對不對 你只要在中東 因為現在我們最大的對手 解放軍 他們在阿拉伯海 有定期巡役的巡役支隊 就是專門對付海盜的 這個他只要如果說跑去 把我們的天然氣船抓起來 那說真的 我們兩個禮拜 被他抓個幾艘 我們就麻煩大了 所以這個東西變成說 民眾還沒有實際面對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往往真的不知他的輕重 是 我要再請教一下偉翰 偉翰 是不是我們講過很多次 我們的國家的安全 尤其是能源的安全 其實滿脆弱的 可是民眾沒有辦法感同身受 昨天被困在電梯裡的 昨天摸黑賣小吃 昨天被迫沒有辦法做生意的人 其實沒有反映在 是不是也就像這個 我會問講 不會反映在年底的投票 或是2024的投票上 我覺得其實民眾不見得生活很滿意 你沒電了 大家一定不高興 不方便 而且有一些 那些可能是餐廳 或者是飲食店 他便箱沒電以後 他肉可能會壞掉了 他整個禮拜都沒了 那他不會 大家不要解讀成說 這個事情其實民眾沒感覺 而是說是什麼事情 以至於說 這些民眾對於民進黨的 這一些施政上的不便 像之前疫苗沒有買到 像我們雞蛋也真的難買 那他不會因為說 像惠文哥講的 就這政府不好 所以我要換人 因為他對於要替換 這個政府的其他選項 看起來很不相信 現在沒有 那問題是沒有 我要把話講清楚 那這個也是民進黨 他長期以來 他把人設 就國民黨就是中共黨 他就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民眾不想把 這個執政的權力 交給其他的政黨 那台灣民眾黨也一樣是檳榔 一樣是白裡透紅 都是除了我以外 都是中共同路人 我就說這種狀態 在選舉的時候 他可以常勝 我不敢講永遠都勝 常勝常常勝 可是打仗了以後有什麼用 打仗了以後那些 被你講成中共同路人 跟你一樣在這塊土地上面 那不團結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我才會講說 面對戰爭跟面對選擇 是不一樣的狀況 以這個狀況來講 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王炳華部長他現在沒有下台 這個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2017年的李世光經濟部長 他下台的時候 是因為那個整個在 中油設備在更換的時候 他跳掉 然後大團隊長跳 這個跟經濟部長本人無關 可是是不是就是部長負責 那部長一負責以後 接下來是不是各個單位 就要上警發條 不要再發生這個狀況 為什麼王炳華不下台 是 短說 李世光現在是工研院董事長 兼支撤會董事長 越來越好 但前置你剛剛講那句話 我要回憶你 你說政府很爛 然後人民的素質非常高 我想請問你何以見得 小朋友 土變不經繼續拉情 那你只有那些小朋友而已 只有那些小朋友 你不要來盡頭 最後投票也是投民進黨 就是韋漢剛剛講的 這無所謂 忍一下就過去了 逆來順受 就看到民進黨 其實不是蔡總統做得好 也不是民進黨做得好 是順民太多了 本身就是個雷 以現在目前台灣的 政治意識形態來講 多數民眾會覺得 我們要親中 我們要親日 所以你看包含了福食 親美 親美 我講錯了 親美 親美跟親日 所以包含萊豬 包含了福食 就不會有什麼民眾反對 這種狀況之下 蓬佩奧來到台灣的這個時間 我先跟大家講 剛剛惠雯哥在廣告時間 提醒我說 這一篇彌合報的報導 並沒有印在紙本上面 可是他在網路上面的報導 他講得非常清楚 是在時間地點都有 發出這個公文的時間 就是在今年的8月2號的時候 去年 對 去年的8月2號的時候 這個駐美代表處 發回給外交部 因為他必須要定期的回報 你就告訴大家 有沒有這個電報就好了 當然聯合報寫這個報導 也不是亂寫 知情人士告訴他有這份電報 外交部你跟我們講有沒有 我是覺得在這種時候 這個新聞是有雷的 也就是這個媒體會被質疑 你為什麼要質疑蓬佩奧 你是不是又在親中反美 親中就是抗中保台的情況之下 抗中然後還在反美 抗中保台後面加反美 你就是反美的 因為你現在在訪蓬佩奧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蔡總統不跟蓬佩奧 一起吃飯 為什麼賴清德副總統跟蓬佩奧 吃飯不是在這個總統府裡面 或者是台北賓館 為什麼要到飯店去 這都是美國 所以我們其實基本上 我們的官方界在蓬佩奧 也沒有達到最高的標準 因為他現在並不是執政的 所以有各自各自的考量 那你現在他來台灣 他是為了說挺台灣 愛台灣要去抗中 OK 我也覺得他是 因為他是抗中極尖峰 可是你說來以後有沒有商業方面的利益 之後會帶回去 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只是現在這則報導 就會被外交部直接解讀 就是你這就是 親中派 反美派的就是你們嗎 就是這些人 所以這個議題要非常的小心 即使蓬佩奧來了以後 確實可能得到他的商業的利益 過去美國的前總統克林頓 來到台灣以後 他的出席也都是有酬的 他也都可以拿到一些出席費跟演講費 而且遠景基金會 其實某種程度是我們官方的基金會 那我是覺得說 因為現在這種狀況的時候 你去計較他能夠拿到多少的商業利益 這個事情 基本上在台灣此刻來講 是政治不正確的 不過我們必須講 外交部的這一篇小編發文 第一個他有一點輕調 故作幽默 第二個是他其實沒有告訴我們說 這一封外電 這一封電郵 電報 就是去年8月2號 聯合報所指稱的 這一封電報到底有還是沒有 他都沒有說 他只說這個是謠言 蘇貞昌講的 蘇貞昌說是惡毒謠言 他沒有說有沒有電報 蘇貞昌說惡毒謠言了 怎麼還是有沒有電報 蘇貞昌連神明都敢騙了 騙我們有什麼關係 剛剛韋漢都講的 萊豬跟核石都吞了 停個電有怎麼樣 就是這樣 我給大家看 這個是在今天早上立法院 這個被枯首的是國民黨的部分 去立委 吳世懷 後面差了五星期跟國民黨黨期 那抗議的人 就韋漢的朋友 就獨派的 這個叫苗伯雅 他們認為這個 就看看烏克蘭 叫吳世懷 怎麼 這種在內部找敵人這種獵物 如果苗伯雅你們這些言論成立的話 國民黨就解散 以後要立法規定 國民黨不准參選 國民黨參選就可能會出賣台灣 這實在是那個 我剛剛跟大家講 美國會不會出兵 你看龐貝歐講什麼 昨天就有人問他 他說要仔細考量 他今天早上的演講 他說如果台灣被大陸那個的話 會影響美國的國家利益 人家講得多白 如果我們台灣被那個是影響 美國的國家利益 我給大家看 這是龐貝歐 他之前在當國務卿的時候 他寫了很多推特有沒有 其實英文應該夠簡單了吧 來 這大一點 他是美國的國務卿 美國優先 美國當時美國優先 人家考量是美國 美國沒有在考量烏克蘭 美國不考量烏克蘭 美國會考量我們嗎 所以你看這一次的龐貝歐 他戴這個口罩上面寫堅若磐石 我真的覺得蔡政府 你們在這種口罩上面玩 還有這個 這是木輪 上面寫跟烏克蘭站在一起 Stand with烏克蘭 所以我覺得這非常的糟糕 這種梗 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不要再讓蔡總統 你看龐貝歐講什麼 美國要跟台灣站在一起 然後蔡總統說 我們台灣跟烏克蘭站在一起 我要跟錢子站在一起 莫名其妙 這種東西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跟烏克蘭站在一起 華航罷工的時候 跟空服務員站在一起 好香 香港反送中的時候 跟香港站在一起 法國被恐攻的時候 跟法國站在一起 紐約也有恐攻 西班牙也有恐攻 然後三軍統帥說 我要跟國軍站在一起 這個就是蔡總統的套路 我要跟誰站在一起 然後就沒有然後 就這樣的一個執政黨 所以前置回到第一端跟大家講 就是說這樣的抗中保台的路線 這樣子非核家園 錯誤的能源政策 已經大家都看到 看到是這樣子的 是不是我們可以擺脫 偽翰獎的魔葬 芒果乾一賣大家又投民進黨了 所以回到我問前置的問題 我們人民的素質真的高嗎 真的嗎 我跟各位講說 我還真不相信 如果你素質很高 你怎麼會看到烏克蘭的新聞 看他開心得 你應該是看得很難過才對 你把它當成電影再看 這樣做得這樣 校尾兄解釋這個賓錄什麼 大家覺得看得津津有味 可是前置我的結論是這樣 下一個可能是我們 你是在開心什麼 你看到烏克蘭的狀況 應該是想辦法下架民進黨 不要再抗中保台的 想到一個可以保台 然後和平 不要打仗的方式 有哪一個政黨 哪一個人 可以做到這個地步 他才有這個當中華民國總統 每天在六地賽在附這個 出了什麼事情 就是我跟你站在一起 你小學生 這個不是執政 這個就是在操弄民粹 這樣的政黨 這樣的路線是錯的 我們要趕快踩煞車 大家要看清楚 全世界國家東東都一樣 為了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國家利益 一定擺在最優先的地方 這也可以解釋 馬克宏可以解釋普京 所以我們來看看這一局 普京到底要什麼 馬克宏到底要什麼 哲倫斯基到底要什麼 他們到底要什麼 哲倫斯基要的東西 其實很簡單 就是要希望能夠加入北約 尤其是拜登 拜登要什麼 而且拜登當然 其實當然在這件事情上講 他希望能夠透過烏克蘭 然後能夠把怎麼講 嚴格來說 我會覺得美國在這個局裡面 他其實很希望能夠透過這個局 來折損烏克蘭的 跟著俄羅斯的這樣一個威信 也就是說 我以前一直跟大家講 這個地球上 唯一能夠毀掉美國的國家 是俄羅斯 所以其實美國長久以來 對俄羅斯十分忌憚 所以他會有任何的這個機會 如果現在俄羅斯的這種政府 或說走向 跟美國的理想不符合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想辦法 有各種的這樣一個方式 要去削弱對手的這樣一個力量 對 所以其實對於美國來講 烏克蘭當然是他在這一局之中 用來削弱俄羅斯 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夏宇先生 我打算 如果美國想要削弱大陸要找誰 其實現在這個問題 大家應該都也知道 另外如果說 如果說像歐洲的話 其實歐洲 因為對歐洲來講 今天烏克蘭本身還是在歐洲 歐洲他如果發生 這麼大的一個變局 其實烏克蘭他 習近平想要藉由這個幫助 加入北約 加入歐盟 其實昨天也講到 加入歐盟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你牽涉到經濟 一大堆這種清算這樣一個機制 到時候是要變成 你真的讓烏克蘭進來了 你歐洲可能要花大筆的錢 去復興烏克蘭 這其實會對歐洲來說 是很... 會拖垮他們 是很頭痛的問題 所以這一局裡面 每個人都有各有所需 但是最後的決戰點 我覺得就是誰在歐陸 就是誰在這一塊 能夠拿出足夠的實力